为什么在中国古代 这个没有不具 同性恋这个词 不具有身份的意义 主要我觉得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当时儒家 思想占统治地位的 这样一个封建社会 一个农建社会里边 反正叫封建社会 不准确 农建社会里边 每个社会各阶层 或者各种人的身份 都不明确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有一个阴阳哲学 儒家道家两家 是共同信仰 这个阴阳哲学的 而这个阴阳呢 一听就知道了 它是排斥同性恋的 它没有 它只有阴阳 没有说中间 那个不阴不阳 这没有 它里边有一条 是阴阳是可以互变的 阴阳可以互变 就是它认为 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 或者一个女人 变成一个男人 这是有可能的 并不是广泛发生 但是它不排斥这种可能性 结果呢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 鸡间这个词 这个字并不是鸡压那个鸡 是一个 上面一个田字 底下一个女字 然后在康熙字典里面 明确解释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人 把另外一个男人 当作女人用了 所以男女 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所以这么一解释呢 就符合那个阴阳哲学了 就说这不是两个男子 真在一块 是把那个男子当女的 但是不喜欢这个男子 就像我一样的男子 但是不像是一个男子 这个女子 就像我一样的男子 那一样的男子 所以我一样的男子 就是男子